2018台湾国际前进攻开赛热闹登场 跑道上准备进行的是男子100公尺决赛 有台湾最速男之称的杨俊翰遇上了南韩选手金国荣 与南非快腿亨里科 阿满族的杨俊翰在预赛中就跑出了10秒12的成绩 但因为风速超标无法打破自己创下的全国记录 决赛场上裁判名枪 所有决赛选手尽全力往终点冲刺 杨俊翰领先所有选手最后以10秒20的成绩 击退各国好手多的金牌 接着登场的是女子100公尺跨篮决赛 阿满族选手谢喜恩曾以0.02秒至差 与人川亚运擦肩而过 这次虽然无缘金牌 却成功以13秒52的成绩挺进亚渣大亚运 男子白衣跨篮同样竞争激烈 台湾记录保持人陈奎如阿美族跨篮好手杨卫廷 也都跨境决赛 最后陈奎如以13秒49的成绩夺下金牌 杨卫廷则是13秒75拿下铜牌 更同时达到亚运出赛标准 男子四百接力在25号晚间亚洲登场 杨俊翰这一次是担任第二棒位置 在团队默契合作之下 以39秒31的成绩拿下了预赛第一 原始新闻而是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